8月28日,李天一等五人涉嫌轮件案在北京海淀法院进行审理 五名被告都接受了单独询问,原告证词也在庭上呈现 其中,被害人的身份成为焦点 被告方指她是职业陪酒女 而被害方证词则称案发前还是处女 在北京某大学成教管理专业读书 被害人被问到是否知道出台的意思,也强调称 我不是小姐,我不出台 他称被强奸后一度不想活,用头去撞柜子 李天一则称,被害人是由酒吧的工作人员张某介绍过来的陪酒小姐和另一个女孩在一起 他主动往我身上靠,然后我给推下去了 还指被害人主动抚摸卫士兄弟并往其身上靠 此外,孟哥此前已经将该酒吧的张某提告,指其介绍卖淫 腾讯娱乐独家报导 押忍 押忍 冷 Wong 冷na 冷auso 冷